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刚有谈到 以业务的角色来去看 那我现在以产品的角度来去看 到底2008年跟2009年 产品这边出现了 什么样的一个大幅下滑的情形 来看一下 选项里面 我们找到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勾产品 确定 在产品的组合部分 如果我只看22寸萤幕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什么 本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制造业是主要的关键 对不对 好 22寸萤幕根本就没有 没有什么 有 制造业是绿色 然后现在呢 制造业变成什么 红色 好 所以这边22寸萤幕也是一个关键 有看到 它至少 它是存在这样子下滑的情形 本来这边可以卖到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 才500万 500万可能整个公司的主要的那个业绩 是所占的可能比例是很低的 好 但它确实是有下滑了 好 再来印表机 印表机在制造业这边是不是有微幅的下滑 好 所以应该不是印表机 桌上型电脑 不是桌上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 2008年是上升 所以不是桌上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下滑 所以答案应该是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看到 这边下滑很多 很多 什么叫很多 这边是不是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亿 六亿 对吧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亿 对吧 后面是八个零 六千万 好 对不起 那这边变多差 四千三百五 就算四千五 是不是掉了一千五百万 一千六百万左右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电脑周边 无关制造业了 网路设备 无关制造业了 好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 在笔记型电脑跟22寸萤幕这边 可以发现就是 他们两项产品 2009年有大幅下滑 这样算不算是 把问题真结找出来 我们这时候应该继续思考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业务人员 谁可能像菜头跟芽芽 他是不是业绩下滑 那我们也许可以透过教育训练的方式来去做改善 那如果是产品 产品下滑 也许说 笔记型电脑慢慢的会被什么 iPad或者是手机取代 那我们是不是先看到这样子一个差别 所以是不是先提供老板说 桌上型电脑还看不到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笔记型电脑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有一些阴命的策略出来 我觉得你讲出来的话 是不是比较会有说服力 因为你有报表在背后支持你 你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子 好 那我就请你们自己来去看一看 是不是22寸萤幕跟笔记型电脑 这两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再压制一下 那个 那个 是 那个 这个 是